大老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近期的线下工作 2024年第一季度我们先下班的这场沙龙 形容比较大的有两场和享用书官方合办的一场 以及和B站官方合办的一场 至此我们和平台合办沙龙已经集齐了斗背B红这四架 搭建了客户和平台直接交流的场景 这其实也说明了2024年企图做IP的人和机构 市场选出的主战场 内容平台从早期的百家争鸣到几个寡头垄断 而现在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车轮正在碾过了 比如音频平台的超高货客效率和超短的货客途径 比如猪肉宝现在也使劲搞财经视频 再比如视频号的荒蛮混乱所蕴含的巨大灰色机会 总之以前大家都以为做IP要演化成斗斗一家独败 但我们感受到的其实是斗斗必发 但不一定是主攻战场 那个时代过去了 在变化中不与而同的是 所有平台都愈发意识到了 自己作为裁判对于这些IP商业化的重要性 也就是在我们所有服务的客户中 无论你是大集团、大机构、做员工IP、做官号 还是企业主或者专业技能人员做IP 用视频和直播活客 想把内容平台中你的粉丝引导到自己手里 再到交易 这个过程路径成本越来越贵 比如投流 比如付费开头某种功能 同时这个路径的卡店也越来越多 举个最务实的例子 比如说你是一个巴雷app 发舞蹈视频 后端模式是上巴雷课 你在所有的平台中 试试把自己的试课的微信号写上去 看看哪个平台让你写 哪个平台不让你写 以及你在视频里都不直说 只是按视想约客的人私下联系你 你试试看哪个平台会办掉你这个视频 哪个不会 这个变化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流量会越来越贵 这是老生常谈了 但我告诉你 现在不只是企号了 现在在做IP的所有阶段上 以后都会越来越贵 对于平台来说 收取流量价值的对价理所应当 那么对应的 创作者能获得自然流量就显得格外重要 也就是对做号的数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且你自己商业化的每一步都会越来越麻烦 越来越卷 限制越来越多 结果就让普通人更难利用做IP赚到钱 对于小白来说 中间某节点就给你卡死了 别说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办法了 你甚至都不知道卡在哪了 连问题本身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要更别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 当然这些状况未来肯定有变数 但我们对大趋势的判断肯定是差不了的 个人在平台规则和市场大势下是渺小的 你想改变事件肯定是改变不了 但是可以改变自己 不如务实地用一些方法应对 紧跟平台政策和号召 对内容市场的每一个快速变化 都能第一时间反映和调整 顺风局谁不会打呀 打好逆风局才是真本事 自本永不远 下期见